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一個搜尋軟件很有用的 名稱Scale 你會看到在Google 搜尋到Scale 是英語言語學習的圖案 你按進去的時候就會看到很多廣告版 其实你是可以按了它,如果你觉得很介意,很花的话 按了这个Add Free Version 我们就试试 这个Engine有什么用呢? 主要是帮你找一些同意词 同意词 也会给你很多例子 这个对哪些学生最有用呢? 就是一些要找同意词的学生 又或者有些学生,其实学校叫他们作句 而我不是叫你说要,就这样抄别人的句子 但是你会学到一个字 其实会是真的在News里面 或者是真的在别人的真正的文体里面是真的怎么用 我们试试一个比较简单的字 就是Beautiful 我们试试打这个Beautiful 你会见到很多example sentences 是真的会给你40句 你会见到你会是说Beautiful Beach Beautiful Weather 亦都可以形容Beautiful Things Beautiful Scenery 那你会见到这个字 其实是用什么 就是会怎样用在一个句子里面 所以你会见到这里 就有很多beautiful的例句 如果你想说 不是想要找例句 如果你想要找一些字 是和它是一样的意思的 similar words 那你就会见到它 它就会将它一些同意词 一些 synonyms 它写了这个是一个adjective 然后同意词就放出来了 例如attractive elegant unique 这些很多类似的字 它都会将它放在这里 magnificent 那都是等于beautiful的字 那如果譬如你对这个字 假如你不懂这个字 那你会按这个字 你也会立即搜寻到 一些words with property magnificence 它会用什么字 新了就是words with property magnificence 例如magnificent scenery view modifiers of magnificent 例如truly magnificent 或者absolutely magnificent 那这个你会见到 它怎样去link up一些字 即使用什么字 是可以放在旁边去用到的 那我们试一试 譬如一些深一点的字 有些譬如好像mercmerizing 那这里你会见到 mercmerizing 有些学生跟我说 这个字是未见过的 其实这个字 其实就不是真的那么难 那我们试一下会见到 你会是examples 按回去 那你就会见到 mercmerizing 究竟是会是 怎样用 例如你会见到 the whole process is strangely mercmerizing 就是整个过程都很mercmerizing 有人敢用 那还有呢 就会是说 他那个 Miles Gibson's mercmerizing second novel 原来呢 那些小说都可以用mercmerizing 行不行 那你也会见到 mercmerizing theater of water and night 那你会见到 就是他怎样用 那些字 OK 那好了 还有形容他的眼睛 他说 他说 one look in those mercmerizing night dark eyes was enough to make her dot that 那形容眼睛都可以是用mercmerizing 那本身mercmerizing中文 可以再查一下同意词 可以用到的同意词 那好了 最近也有个学生 跟我说 有一个字 就是看电影里 见过别人用 但其实 exactly怎么用 就不太知道 就是decorous 那你decorous 首先 你看一下例子 我会见到 这个字 是比较难的一个字 那你会见到 如果你真的查字典 那你会见到 如果你真的查字典 像osfolk的字典 你就会见到 其实他只有得 一个例句 例如说 decorous kids they sleep their drinks decorously 那究竟是 为什么 怎么用呢 其实解释 就是polite and appropriate in a particular social situation not shocking 那你不知道怎么用 就算查中文 也不清楚他怎么用的话 其实这个sketch engine 就可以帮到你了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 这个字的例句 是真是 本身的人是怎么用的 那你会见到 这里就是 他会怎么用呢 例如说他形容 a decorous young person 就是apropera 就是很礼貌得体的 一个年轻人 也有说过 while the undergraduates were highly decorous 就是说他 是很礼貌得体的意思 所以你会见到 那些字是怎么用的 所以也会看到 相同的字 也会帮你解释 well behave 所以你会比较明白 这个字 其实是怎么用的 那你就会可以帮到 你在作文方面 可以用到一些其他的字 去带了一些 你本身用了很多次的一些字 是你知道吗 去年轻人 还是知道 有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有点 是这里是 有什么事情 是 的 有什么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